是歷史性的一天 依舊七九年七月七九 台灣跟日本流球之間的海底電源 正式開用 為了營業台灣跟日本的 國際通信業務生長 香港決定條件 海底電源通信系統 國出自百分之五十 台流海南系統的完工 當時也開啟台灣的國際海南通信新紀元 依舊九年七月七九 台灣第三間 北國際航空公司 發行航空正式成立 當時是由中華航空跟豪神集團合資造成 這發行的名稱 就是由這兩間公司的名字 來賀名 離香港二年的七月七九 那可在鳳台頂流台灣 為全台帶來豪大物 當時平價水的港豪量 是高達六百四十七豪米 尾水水口在一天來港豪量 也達到一百七十豪米 當時中央空海稍舟 也因此宣佈 該從原來所有的寒水湊息